大家好,欢迎来到南院的命理频道 可以订阅频道,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南院说Fate查看更多内容 新的一个月份,贾虚月 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也即将到来 是从2024年10月8日持续到11月6日 这段时间内,五行中的火气逐渐增强 标志着冬季之前最后一个秋季月份的到来 贾虚月的特点在于贾木克虚土 形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效应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界的变化上 也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显著影响 首先,贾虚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特别是对于那些寄水熄火的人来说 运势会出现好转甚至回暖的趋势 随着火气的上升,木火能量逐步壮大 运势这未来的几个月将是充满活力和发展机遇的时期 尤其到了2025年的以四年 木火盛世的局面将进一步巩固 带来更多的积极变化 原局带陈虚或是和陈虚发生直接反应的 可能会更明显 其次,贾虚月对股市有着正面推动作用 投资者的信心回升 市场呈现出上涨趋势 这对于有意入市或增加持仓量的人士 是个不错的时机 但仍需谨慎行事 结合个人的大运流年来判断是否适合采取重大行动 由于陈虚冲,土冲旺,甲乙目日主和耕金日主都是财月 甲乙目日主是财星,冲财星,耕金日主甲耕冲 本月不建议有大的动作 能不能分一杯耕 还要看个人大运流年 别轻易当了韭菜 陈虚相冲的现象 可能导致某些特定人群遭遇动荡或意外 特别是四柱中含有耕臣组合的朋友 由于天刻地冲的作用 可能面临公开的冲突或挑战 如言语争执,工作上的摩擦等 这类人士还需留意身体健康 尤其是在头部,肝脏,手脚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针对十二生肖中的龙、狗、牛、羊 甲乙月则提醒他们 在这个时间段里 要格外关注脾胃疾病和皮肤问题的发生 同时也要防范财物损失和感情纠纷 包括第三者的介入等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可以选择佩戴属火或属金的饰品作为护身符 利用五行相生原理调节体内的阴阳平衡 甲乙月是今年动荡最大的一个月份 如果说之前的行运趋势都是暗涌 那么这个月份就是波涛汹涌 先说说十天干行运黑榜 深巧乙目要面临劫财客财 之前说过很多次 劫财是无情掠夺 就是冲着财来的 这个时候如果盲目投资或者消费 可能会陷入经济困境 男性也要面临感情危机 甲乙月要注意笔尖征合 尤其是八字里本来就存在这个相位的 代表有人和你竞争资源 这个资源可能是直接的金钱 间接的机会 也可能是感情女性 身强炳火要面临消神夺食 消神打压的是人的情志 乐趣 所以这是闷闷不乐的一个月 容易受到长辈领导的打压 并且有些人的宠物也会生病 或者要在孩子生病 要不停地劳神劳心 甚至不利于有些备孕的女生 身弱悟土要面临欺杀客身 这种时候要生活工作压力 小人 疾病的打压 总有一个会带给你烦恼 鬼水压轴是因为这一波浪 在在这里拍的最响 伤官见官 冲垮的可能是岌岌可危的感情 或者事业 并且也很难体面收场 可能有口舌纠纷 诉讼仲裁之相 整体来看贾虚悦是一段充满变革与机遇的时光 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社会经济领域 都将迎来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段时期的有利条件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具体说一下 贾成年贾虚悦刘月 关于十天干的运势详解 贾虚悦对于各位贾木并不是很友好 其一就是因为这里笔尖透出 下面是偏财 那么在财务还有父亲身体方面 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其二在贾成年的范围里面 陈虚冲对应着笔尖的疯狂 那么就是兄弟姐妹 以及你们的朋友同事方面 甚至是合作等方面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也是需要你们注意的 所以这个月当中贾木的小伙伴们 需要找到的就是自己的侧重点 如果你们正好是在合作阶段 或者是身边某个在乎的朋友 正好事业的瓶颈期 就需要多去关注一下事业方面的情况 很容易被身边的朋友 一不小心给借走了钱 当然这笔钱没有那么容易还给你们 或者是轻一些身边的朋友们 可能在这个月当中 有一些分别或者是争吵争斗的情况发生 作为合适老的你们 总不能做事不管 需要去操心这些方面的情况 如果是透出来雾土的话 那么更多就是需要注意一下 财务方面的情况 还有你们的父亲的身体健康 等方面的情况了 另外如果是在恋爱的各位 甲木难命 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感情方面的问题的 总而言之 把这个月当成是一个暴躁的 笔尖的月份就行了 所以在心态方面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去患得患失 最害怕的就是你们一下子一个主意 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让你们别借钱给朋友 结果抹不下面子什么的情况 这就很尴尬了 从身强身弱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月当中并没有什么 太多的好说的地方 大家都当成是甲陈年当中的 一个挑战去面对就好 不要掉以轻心 在感情方面 这个月当中比较重要的 应该就是甲木难命的 感情方面的情况 毕竟 这种月份是比较容易发生争吵 或者是分手等方面的问题的 故此需要你们 稍微注意一下方面的问题 女命的甲木 此月当中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多的 感情方面的烦恼 多关注一下你们的父亲 身体健康方面的情况即可 在事业方面 这个月当中事业方面的情况 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会遇到傻逼暴走的同事 或者是你们自身的 财务经济状况方面 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归根结底 还是在财务方面 会稍微有点难过 需要你们多注意一下 你们自身的财务方面的问题 不要借贷给其他人 在学业方面 这种月份当中 自然是不太关心 学业方面的情况的 毕竟这种比肩的月份 你们在乎的东西太多了 根本忙不过来 学业方面的东西 所以 身弱的各位甲木 可以稍微用一下印 也就是水 身强的甲木 需要用一下官纱 也就是筋来调节一下 你们此月当中的状态才行 在健康方面 这个月当中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应该就是你们的肝胆 还有脾胃方面 首先一定是肝胆出现问题 造成起来口干口苦 或者是有严实什么的 心情比较烦躁 从而肝胆去欺负脾胃 导致你们消化系统等方面 出现问题 都是你们此月当中 需要注意的 请你们在饮食方面 稍微清淡一些 会比较好 日主乙目的 身强乙目 在事业方面 在这个月里 乙目日主 可能会面临一些 不太乐观的职场挑战 由于比节星的影响 可能会遇到职场竞争 加剧的情况 比如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与同事之间的竞争 变得更加激烈 每个人都在为了 提升自己的地位而努力 这种情况 可能会导致工作环境 变得紧张 财星在地之中的位置 暗示着可能会有一些 不可预见的财务支出 例如 可能会因为项目的需要 而被迫增加投入 或是突然之间 需要为某些紧急情况买单 这会让你感到经济压力 由于身强的乙目日主 在这个月份 可能会更加倾向于 采取主动 但在决策上 可能会过于冒进 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比如 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可能会因为缺乏周全的考虑 而做出错误的选择 从而加剧了工作中的困境 建议 在面对职场竞争时 保持冷静和客观 尽量避免被竞争的氛围所影响 保持自己的专业性和冷静判断 在财务管理方面 建议做好预算规划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支出 对于突发事件的财务准备 也要有所留意 在决策时 多听取他人意见 谨慎行事 避免冒进 经济方面 这个月可能会出现一些 经济上的紧张情况 比如由于工作中的 不确定性增加 可能会导致收入不稳定 或是因为意外的支出 而使得手头变得紧张 建议在经济方面 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 提前规划好预算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同时也可以寻找 额外的收入来源 以增加经济安全感 桃花因缘方面 在人际关系中 可能会因为压力大 情绪低落 而影响到与人的沟通 进而影响到人际关系 尤其是感情关系 建议 在这段时间里 尽量保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 与人沟通时 多一些耐心和理解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 健康方面 由于压力和忙碌 可能会忽视健康 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 比如因长时间工作 而导致的颈椎疼痛 眼睛疲劳等 建议 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适当安排工作和休息 保证充足的睡眠 适时进行体育锻炼 以增强体质 减轻压力 深入耳目 在事业方面 耳目日主 在假虚悦的映照下 身处深入的状态 却因越天干为笔节 越地之为财 预示着在事业上将迎来不少机遇 随着团队合作的深入 你的努力和才华 得到上司的认可 可能会在一个重大项目中 担任关键角色 这不仅仅是对你能力的认可 更是职位晋升的契机 想象 在项目成功后 公司为你举办的升职仪式 同事们的祝贺声中 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随着职位的提升 薪水自然也水涨船高 可能在某个月的工资单上 你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一大截 这不仅仅是对过去辛勤工作的回报 更是对未来更高目标的激励 想象那天 你拿着加薪后的第一份工资单 决定请家人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庆祝这个特别的时刻 身为以目日主 在这个月份 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专业能力 获得行业内的认证或者奖项 比如 你参加了一个专业能力竞赛 凭借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行业内认可的证书 这份证书 不仅为你的简历增光天才 更是在同行中 树立了你的权威地位 想象在颁奖典礼上 当你的名字被高声呼唤 走上领奖台的那一刻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都变得值得 建议 在这个月份 对于以目日主来说 最重要的是 抓住机遇 勇于展示自我 不要因为身弱 而自我设限 反而应该更加积极地 参与到团队合作中 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同时 也要注意个人能力的提升 不断学习新知识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遇 和发展空间 经济方面 赚钱的机会 需要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取得 这是一个需要集思广益 共同努力的时刻 比如 你可能会发现 单打独斗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而是需要和一个默契团队 共同攻克难关 在团队中 每个成员都能发挥其所长 共同应对市场的变化 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 桃花姻缘方面 通过拜托朋友 同事 同学的介绍 可以望桃花 容易出现合适的姻缘 健康方面 拥有充沛精力和抵抗力 应对各种挑战 贾需月的炳火们 那么可以理解成 这个月当中为消印夺食之月份 单单从消印夺食的角度来说的话 对于各位炳火的小伙伴们 并不是很友好的一个局面 尤其是对于各位身强的炳火而言 就更加如此了 故此这个月当中 首先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还有你们的下属 或者说子女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方面都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 消印夺食 吃不下去饭的时候 是比较尴尬的 吃不下去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大概率是因为生病了 所以吃不下去 最近看到很多的小动物 莫名其妙的去世 在这个秋分节气附近 那么也说明了 最近的这个磁场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月份 故此更加需要注意一下 你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吃东西这个方面 就需要更加注意一下 下属 子女等方面 当然也是包括了各位炳火小伙伴们 饲养的宠物啥的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子女方面 需要格外注意一下 他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情况 比较容易出问题 然后结合年孕方面的假成来看 陈虚冲引动了这个假木偏硬 偏硬的坏的方面 大抵上就是会变得比较懒散 比较孤僻 对于一些艺人秉虎而言 这并不是啥好消息 自身的社交 或者是工作输出模式方面 会大打折扣的一个月份 故此这个月当中 希望各位炳火的小伙伴们 能够多多去使用好材 也就是加强自身的执行力 如果做不到的话 尽量在穿衣选择方面 使用一些白色 或者是浅灰色都可以 其实偏硬的动荡六亲方面 都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家里面如果有久病的老人家 或者是猫猫狗狗啥的 请你们还是多关注留意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当然还有就是产权方面的一些变更 房子车子或者是一些 你们并不是特别在意的物品的买卖 或者是租赁问题 在此过程当中需要留心一些 警方被骗 在感情方面 偏硬的月份感情比较孤独的 所以这个月当中 并没有什么合适的缘分 不论是男女炳火都是如此 既然没有啥合适的缘分 当然也不要瞎搞咯 比较容易在健康方面出现问题的 等到了后面的遗憾 越啥的再去找对象也行 把这个月当中的重点给把握好 在事业方面 消应透出的月份 会限制食伤方面的发挥 自然你们的创意或者是 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慢慢变少 故此这个月当中 对于事业方面的发展是不利的 财运方面自然也是 尤其是对于需要用食神生财 或者是食神制杀的行业 比如说销售啥的 需要你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月当中事业方面的发展 尽量放慢自己的脚步 深强的各位炳火甚至可以躺平 深弱的炳火此月当中就可以等待一下炳子月当中的以四年进气了 在学业方面 消应的月份其实对于学业方面的影响很大 但是不是单纯的学业方面 是一些对于其他的艺术文化哲学等方面的需求 会变高一些 这里也暗示了一些换行业 或者是想要去对于其他行业方面的探索 就比如说 你最近对于钢琴比较感兴趣 正在求着对象 给买个钢琴学习一下这种情况 故此 各位炳火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灵活调整一下你们的策略 深强用金也就是财 深弱的话先用火加强自己就好 在健康方面 这个话题是上述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个东西 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方面的情况 还有此月当中你们的宠物 你们的子女 你们的员工 以及年纪很大的长辈们的身体健康等方面的 问题都需要你们多多关注一下才行 日主钉火的身强钉火在事业方面 钉火日主身强 本应有着充沛的能量和动力 但在假虚悦 伤识星的影响可能导致决策失误 比如 你可能会因为过于自信而忽略了细节 导致一个重要项目的失败 在这个项目中 你可能过于信任自己的直觉 没有充分收集信息和进行团队讨论 最终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不仅影响了项目的进展 还可能损害了你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月地之为伤识 意味着可能会有与人冲突或吵架的情况 在工作中 你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而与同事产生激烈的争执 假虚悦的配置可能会使你感到压力大 经济方面紧张 在这个月份里 你可能会因为项目的需要而不得不增加投入 如购买新的软件或设备 但又恰逢公司财务紧张 导致你必须在有限的预算内做出调整 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焦虑和无助 担心自己无法在预算内完成项目要求 经济方面 本月财运不在状态 不适合投资理财或者干兼职 还是安心干好本职工作吧 桃花姻缘方面 谈恋爱 不高兴 没兴趣 就是别人介绍到你的眼前 你都懒得去见一面 只想一个人躺着 健康方面 敏感焦虑又压抑 硬太多了 就是容易想太多 想得多又说不出来 因为时辰被压抑了 情绪也没有个宣泄口 这样的时候 更要照顾自己的情绪 要防止抑郁症的复发 身弱丁火在事业方面 丁火日主在甲虚悦显得身弱 但幸有月天干的印星 为其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 而月地支的商食 则提供了转化这份能量的途径 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之下 丁火日主的事业发展 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积极趋势 印星的加持 使得丁火日主 在工作中的创意和想法 更容易得到上级和同事的认可 想象一下 在一次部门会议上 你提出了一个 既创新又实用的项目方案 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 还为公司开辟了新的收益点 上级对此印象深刻 决定给予你项目的全权负责 这不仅是对你能力的认可 也是职位上的一次小跃进 商食星的作用 使丁火日主在处理日常工作中 更加得心应手 效率大幅提升 在这个月里 你可能会遇到一次紧急的工作任务 需要在限定时间内 完成一份复杂的报告 通过高效的时间管理 和出色的工作能力 你不仅按时完成了任务 还得到了领导的特别表扬 这份成就感和认可感 将是你职场道路上的一大助力 印星和商食星的联合作用 也意味着 丁火日主有机会通过学习新技能 或取得专业认证来提升自我 设想在这个月 你参加了一个行业内的专业培训 并通过了最终的考核 获得了认证证书 这不仅为你个人的简历增色不少 也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打开了一扇门 同事和上级都对你的这份坚持和努力表示赞赏 你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经济方面 本月丁火日主在职场上的积极表现 将直接转化为经济收入的提升 你可能会因为项目的成功执行 或是个人表现的突出 而获得奖金或加薪 这份额外的收入 不仅是对你努力的肯定 也将进一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桃花因缘方面 工作上的成功和自信的展现 使丁火日主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吸引人 这不仅在职场上赢得了同事和上级的好感 也可能在无意中吸引到了异性的注意 在这个月里 你可能会在公司组织的一次聚会中 遇到心仪的对象 而你的才华和魅力将是吸引对方的关键 健康方面 虽然这个月丁火日主 在事业和经济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紧张的工作节奏 也可能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需要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过度劳累 日主悟土的深强悟土在事业方面 悟土日主在甲虚悦 悦天甘为官杀 悦地之为笔节 这样的配置 对于悟土日主来说 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时期 由于官杀星的影响 你可能会在职场上遭遇权力斗争 或是被上级压迫的情况 比如 你的一个创新项目 本来备受期待 却因为上级的一句话 被迫停滞或是彻底取消 这不仅让你的心血白费 也让你对职场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笔节星的作用 可能会让你在团队合作中遇到挑战 可能是一个本应协作的团队成员 因为利益冲突 开始在背后对你进行小动作 比如在重要会议上抢工 或是散布关于你的不实言论 使你的努力受到质疑 甚至影响到你的职业生育 这个月你可能会因为过度忙碌 而导致决策失误 例如 面对一个重要的决策 由于时间紧迫和信息不全 你可能会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个选择不仅会让公司损失一大笔资金 还可能让你陷入为这个错误买单的境地 经济方面 由于事业上的挑战 经济方面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为了挽救项目或是维护职业生育 而不得不增加一些预期之外的支出 此外 如果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 也可能会让你的经济状况变得紧张 感情方面 在这个月份 由于你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事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上 可能会忽略了与伴侣或是潜在伴侣的沟通和交流 导致关系出现裂痕 健康方面 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情绪低落 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比如睡眠质量下降 或是出现一些由压力引起的身体症状 深入悟土在事业方面 对于悟土日主 在假虚悦的朋友而言 这个月你的事业运势呈现上升趋势 尤其是身处深入的状态下 月天干为官杀 月地之为笔节 意味着你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就和认可 你可能会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重大的项目机会 在这个项目中 你不仅展现了自己出色的专业能力 还成功地带领团队克服了一系列难题 最终项目获得了公司高层的高度评价 这不仅为你赢得了升职的机会 还让你在同行中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由于你在工作中的杰出表现 你可能会获得一个行业内的专业证书 这个证书不仅是对你专业能力的认可 也为你日后的职业发展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 获得这个证书的过程中 你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都将成为你宝贵的财富 由于你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你可能会受到公司高层或者行业内贵人的青睐 获得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在他们的帮助下 你不仅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还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这对你的事业发展大有弊意 经济方面 这个月你的经济状况 也将因为事业的发展而有所提升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 你可能会获得加薪或奖金 这将为你的经济状况带来直接的改善 感情方面 这个月你的人际关系和桃花运也较为旺盛 通过工作中的表现 你不仅赢得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 也可能吸引到了一些异性的注意 健康方面 忙碌的工作虽然为你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 但也可能给你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压力 日主更金的身强更金在事业方面 本月更金日主在假虚悦的影响下 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尤其是月天干未才 月地之为印 预示着事业上将迎来诸多好消息 更金的你在职场上的表现将得到上级的认可 这不仅可能带来升职的机会 而且还伴随着加薪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专业能力和努力得到了明显的展现 比如 在处理一个关键项目时 你提出的创新方案成功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 不仅让项目顺利推进 也让你在团队中的地位水涨船高 更金的你在这个月里 也有机会获得专业领域内的认证 或者是证书 这将是你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例如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学习 你成功通过了行业内认可的专业考试 这不仅增加了你的职业竞争力 也为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本月你的人际关系 也将给你的事业带来正面的影响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 你可能会遇到一位行业内的贵人 他对你的职业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甚至可能直接推荐你 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 这不仅让你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也大大提升了你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月更金日主的经济状况也十分乐观 由于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功 你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 同时你在投资方面的敏锐洞察力 也可能带来额外的财富增长 比如你对某个新鲜行业的投资 在这个月收获了不错的回报 感情方面 在这个月 更金日主的桃花运也相当旺盛 单身的你可能会在朋友聚会 或是工作场合遇到心仪的对象 两人之间的相处充满了欢笑和浪漫 健康方面 虽然工作繁忙 但更金日主的你 应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防止过度劳累 身弱更金在事业方面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不得不为了应对 突如其来的支出而加班加点 这些支出或许源于未预料到的设备故障 或者是一些必须立即解决的家庭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难免会感到焦虑和无助 因为即便你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工作量明显增加 但收入却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不平衡让你倍感压力 仿佛所有的努力都无法真正缓解眼前的困境 生活的负担似乎越来越重 而你却只能咬牙坚持 希望能尽快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 忙碌导致缺乏耐心 火气比较大 烦躁 脾气大 见谁就想对谁发火 经济方面 不太好 会有些看似是机会的投资出现 但需要避免盲目行为 感情方面 不佳 烂桃花比较多 容易遇到比较缺乏情意的人 健康方面 由于工作压力和忙碌 你可能会忽视了自己的健康 长时间的加班和精神压力 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比如睡眠不足 饮食不规律等 深墙吉土在事业方面 吉土日主在甲虚悦的影响下 面临的挑战确实不小 甲木代表官杀 意味着可能会遇到来自权威的压力 而虚土属于笔节 暗示着同行之间的竞争 可能会变得激烈 随着项目的推进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被分派了更多的任务 工作量激增 这不仅仅是因为 老板对你的期望之高 更多的是因为同事之间的竞争 导致你不得不承担更多 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 工作中的小失误可能会被放大 导致与上司或同事的冲突 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误解或沟通不畅 也是这个月需要特别注意的 由于压力大 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对同事或下属的表达方式过于直接 导致不必要的误会 这些误会不仅会影响到团队的合作 长期来看 也可能影响到个人的职业生育 经济方面 由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挑战 经济方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项目的不如意可能会导致预期的奖金或提成没有达标 从而影响到个人的经济状况 感情方面 压力大的工作环境可能会让你忽略了与家人或伴侣的沟通 导致感情上的疏远 健康方面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 加上可能的情绪压力 对健康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身弱几土在事业方面 几土日主在假虚悦面临着观沙与笔节的双重影响 虽然身弱 但这样的配置在事业上却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 观沙之气象征权力与责任 预示着你可能会在工作中接受更重要的任务或项目 这不仅是对你能力的认可 也是升职的良机 想象一下你被分配负责一个重要项目 虽然任务艰巨 但你凭借出色的组织与执行能力 成功带领团队达成目标 获得了上级的高度评价 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职位的提升或是职责范围的扩大 笔节代表竞争与合作 这意味着在工作中 你可能会遇到既是竞争对手 又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人 例如 你和同事一同竞争一个项目的主导权 过程中 你展现了卓越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个人能力 最终 不仅赢得了项目 还与对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种正面的竞争 带来了更广泛的人脉和更深的信任 身处这样的月份 你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专业证书 或是完成一项重要的学习计划 这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技能 也为事业发展增添了宝贵的资本 想象在一次行业内的大会上 你凭借新获得的专业资格 获得了发言机会 你的演讲赢得了业界人士的认可 从而为你带来了更广阔的职业机会 和人脉资源 经济方面 观察与笔节的配置 预示着通过努力和智慧 你有机会实现经济上的突破 可能是通过一个成功的项目 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或是因为职位的提升 而带来的薪资增长 此外 与人合作的机会 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收入来源 感情方面 这个月份 你的人际关系活跃 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 工作中的出色表现 和积极的社交活动 让你的魅力得到了展现 容易吸引到心仪的对象 健康方面 忙碌的工作 会给你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压力 特别是需要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过度劳累 薪金日主 在这个月当中 甲木正才可以代表着这个月当中 为了家里面去做出一些调整而花钱 这里比较好的寓意 应该就是装修家里面的那种济世感了 这个月当中 如果是本来就有装修计划的薪金 可以开始实施了 但是 这个月当中的重点 是这里的陈虚冲方面的问题 导致了这个月当中 正才的不稳定 最有可能就是工作方面 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 导致自己的收入等方面 受到了一些影响 比如说 长期在外地出差 或者是这个月外派出去 会很多钱 需要自己垫付 还没有报销的那种情况 这其实都是小问题 只要单位还有点良心 都可以给你们报销的 请你们保存好票据啥的 当然 由于这里是正才与正应方面的一个组合 所以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母亲的身体健康方面的 不过整体而言 横向对比其余的之前写过的日主 正才的威力什么的 就小很多也比较温和一些 所以 各位心金小伙伴们 大可不必在此月当中太过焦虑 如果是有心情有精力 也可以尝试多出去走走 调剂一下心情 身强的心金会稍微感觉难受一丢丢 毕竟才出现了动荡 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发挥 身强的心金 尤其是男命除了结婚 或者是旅游或者是装修这种情况 其余的情况 还是需要关注自己的双手 尽量不要瞎花钱 身弱的心金则是稍微好点 毕竟虚悦本来你们就会好过点 只不过假目克制你们有点财务问题罢了 此月当中 感情方面的问题 大抵上就是男命的心金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过 这里也有那种结婚的像 祝你们白头偕老喽 如果不是结婚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出现感情困扰 比如说前女友等方面的问题拿出来说 稍微注意一下 而对于女命的心金此月当中 则是没啥感情方面的东西 可以多说 此月当中事业方面的情况 大抵上就是出差 或者是吊岗等方面的行为 会稍微多一些 这个月当中 对于你们而言 就跟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 并不会有啥太大的起伏 所以也没啥必要 太过紧张 如果是想要买房的各位心金的话 这个月当中 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节点 才刻印并且印不稳定的时候 那么在学业方面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月份 无法好好学习 就是这个月当中的一个真实写照了 故此 这个月也没啥必要把精力 都放到学业上面 身强用卯木 身弱用有金 可以稍微加强一些学习方面的运势 如果是去外地考证书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月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节点 健康方面只能说问题不大的一个月份 日主人水的身强人水在事业方面 贾须月带来的时商星和观沙星的组合 暗示着这个月你的事业发展将会迎来不少好机会 时商星的影响让你在思考和创意方面有所突破 你可能会提出一些创新的想法或方案 得到上级的认可 从而有机会参与重要的项目或任务 想象一下 在一次部门会议上 你突发奇想 提出了一个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节省成本的方案 结果不仅赢得了领导的赞赏 还被指定为项目负责人 这对于你的职业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月帝至关沙星的存在 意味着你可能会得到领导的青睐或是贵人的帮助 在工作中你的努力和才能被上级看在眼里 可能会得到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 设想一下在年度评审时 你因为一年来的出色表现被提名为晋升候选人 经过一番评比后成功获得了晋升机会 这不仅提升了你的职位也大大增加了你的收入 经济方面商业直觉敏锐 善于发现商机能够抓住市场的脉搏 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 感情方面 食神至杀的妹子 容易遇到能力比较强的 而且经济条件不错的男生 要把握好机会 同时自己也得花费些心思 来拴住这位白马王子的心 毕竟让一位盖世无双的英雄 败倒在你的十六群下 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健康方面 食欲特别好 有口福 身弱人水在事业方面 贾须月带来的风波 可能会让你在职场上遭遇不少挑战 由于月天干为食伤 表示你可能会因为过度努力 而导致工作效率反而下降 比如 为了赶一个项目的截止日期 你连续加班到深夜 结果因为疲劳过度 而导致第二天的工作出现严重错误 不仅项目延期 还可能因此受到上司的批评 月帝之为观沙暗示 可能会有来自高层的压力 或者是与上级的冲突 例如 你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提案 本以为可以得到领导的赞赏 却因为观念不合被否定 甚至在会议上受到公开质疑 这对你的自信心和职场信誉 都是一次打击 观沙之气也可能意味着职场竞争加剧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被卷入了办公室政治之中 无意中成为了某个派系的棋子 或者 同事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晋升机会 而变得关系紧张 原本和谐的团队氛围变得尖锐对立 让你感到在职场上步步为营 精神压力巨大 经济方面 深弱的人水日主在假虚悦 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紧张 由于工作上的波折可能导致收入不稳定 同时 观沙的影响也可能让你在投资或财务管理上遇到困难 比如冲动的投资导致损失 或是因为缺乏规划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感情方面 假虚悦对于深弱的人水日主而言 在感情上也可能遇到一些挑战 观沙的气息可能会让你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压力 比如误会或是与伴侣的小争执可能会被放大 导致情绪低落 健康方面 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生活中的种种不顺 可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影响 特别是需要注意因压力过大而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焦虑症或睡眠障碍 假虚悦中的鬼水 是所有的日主当中最应该注意的 商官的性质拉满了之后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事业与感情当中 此月应该会经历比较大的问题才对 故此 这个月当中各位鬼水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提高一些警惕才行 陈虚冲的前提下 如果是上面的时辰还算不错 那么并不会引发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破破财或者是心情方面有点不太好 如果是遇到了比较凶险的时辰 比如说商官比如说七杀 那么遇到比较危险的情况会比较多的 故此 这个月当中商官透出 并且遇到陈虚冲的你们 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事业方面很有可能会存在想要跳槽或者是离职等方面的想法 女命的鬼水 在感情方面也想开除自己的男朋友的那种想法 也希望各位鬼水女命的对象稍微识去一点 不要惹你们的对象 不开心就行了 从深强深弱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这个月当中 其实你们的运势方面的表现都并不会相差太多 最多就会存在一个是主动的想离职 一个是被动的想离职罢了 这里就不在深强深弱方面去花时间说明 而是需要你们深弱能够用一些有金 深强去用一些卯木这两个元素去解决问题 当然从性格方面的话 深弱的需要稍微佛信一些 遇到问题找领导或者是家里面长辈解决一下 深强的则是需要提高自己的认知 能够尽量把事情给办得完美一点 不要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才行 在感情方面 这个月当中感情方面的表现是比较糟糕的 尤其是对于女命的鬼水而言 分手吵架甚至是离婚等方面的事情 都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月份 所以你们需要稍微跟你们的对象保持一些距离 也不要总是去吐槽对象 或者是说他们怎么不行不行 或者说在此月当中 努力造瓦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节点 而对于男命的鬼水而言 此月当中感情方面 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好处理工作方面的问题就行了 在事业方面 此月当中事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 如果是你们正在打官司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人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月当中 倒是比较应景了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月当中 就更加需要注意一下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离职或者是 手底下员工产生巨大变动 或者是给你们惹麻烦等方面的事情 所以这个月当中鬼水的小伙伴们 需要操心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别闲着了 在学业方面 学业方面的情况 需要参照商官的情况 商官是有能力面对好学业方面的 但是商官比较适才傲物 故此 这个月当中商官的凶性更加明显一些 那么你们考试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翻车 因为自己的准备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还是跟上面一样 身强用卯木 身弱用有筋 解决这个商官被冲占的问题最重要 在健康方面 健康方面仍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大抵上就是脾胃还有你们的肝胆方面 此月当中也是比较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的 如果是出现胃胀气等类似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一下才行 减少一些喝酒 还有刺激辛辣食物等方面的摄入 会比较好一些 月孕指南为个人观点 属于通论 仅供参考 请正确看待 个人运势还是要结合命理援局去分析 如果需要命理规划人生方向 职业规划的小伙伴们 可以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 和南院老师预约一个看盘时间 在你人生的棋盘里 每一部落子都更有智慧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见